Ri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要來看孟佳人對上Porsimia人 那這場比賽是由道德對上 不知道什麼...Balance 有點不太會念他的名字 好 那這場比賽是昨天比的 然後把所有的RP下賊下來 然後看了大部分比賽都還蠻短的 然後跳了幾個比較長的 那這場比賽我覺得蠻特別的 那我就來播給大家看一下這場比賽 那這場比賽是類似競技場地圖 那由於是比賽地圖的關係 所以在競技場地圖後面的空地 算是比較平衡一點的 兩邊持有後方空地 數量是差不多的 不像一般是天梯的競技場地圖 有一些大有些小 甚至是很長條的那種 就很隨機喔 好 那競技場地圖的話 前期有都是在開弄 那我們前面就先快轉 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 好 那這邊開局方式好像蠻正常 那如果是要打直層的話 通常是打25P喔 那快一點的話就23P 好 有些22P 買賣上扯喔 賣時候上扯的方式喔 也是有看過 那這邊看起來 哇靠 這是什麼 好 掉 這邊 DOT是選擇一個21P上風 然後 紫色 波西米亞是23P 哇這兩家上層 上風的方式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那這邊孟佳要怎麼上呢 先蓋市集嗎 要買賣嗎 唉唷 看起來是喔 買賣一波 提早上 上城堡時代 因為月早上的話 村民就可以不用按多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羊肉 專心吃完 還有這個豬肉 然後果樹三個 冰工廠 然後五人 挖金 然後可以買一個15 700肉 不夠 上不去 差一點 買兩次 哇 道德直接買兩個肉 然後把石頭學賣掉了 哇 哇 這個 我 通常覺得 這是23P才可以做的事情 像這樣子阿 賣石頭 然後上城堡時代 像這樣子 感覺比較正常一點 或者不賣 那波西米亞這邊是選擇23P 上風 哇靠 他這個 他們這兩家 上 封建實彈 然後跳城堡的方式 跟我完全不同阿 我總統知道為什麼 我每次都覺得 靠我25P 上風 然後直城 怎麼他們還是比我害阿 原來還有這種21P 我是知道有23P的 但是這個21P 道德這個21P 有點扯阿 我太久沒有看到這種直城戰術了 還真的有點久了 一定要這種競技場地圖才有可能 那但是喔 最近的競技場天梯喔 太常有人打這個塔公公 反正就是直城 升頭戰術 那那個流程算是比較正常一點的 像這個21P 就很不正常 通常21P可能就跳樓了 那孟加拉這邊升十代喔 他這個效果也只是村民多兩村 可能這多兩村 讓他可以直接去蓋建築物之類的 我也不太確定 因為他這邊封建跳城堡 這個跳樓太快了 所以兩村 可以得到的幾十之種 其實不多了 那他這樣還可以跳得上去也是蠻厲害的 雖然這邊很明顯是賣石頭上的啦 所以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這邊道德這邊雙修道院開局 那波西米亞這邊好30秒 那這邊時間比較晚一點 那黃金挖的人蠻多的 七人挖金 然後石頭人十個 但這邊 不 木頭是十個人 石頭是零人挖 那沒有來挖石頭 是先把這裡封起來 所以石頭會撿一點 那應該是要第一槍出來挖石頭 好 那孟加拉這邊是選擇三修道院 然後這邊居然是先點 這個最俗思想 最俗思想 不好意思 俗最思想 我的老毛病又犯啦 看那個日文看腳 都會從中間開始去解讀 那個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看了中間 然後再看尾巴 然後再看地 看開頭 這個日文就可以翻譯得出來 好 那這個贖罪思想 是可以 加速 欸不是不是加速 是可以招想對方生旅的一個科技 那如果波西米亞也打生旅戰的話 唉唷 唉唷 波西米亞也是打生旅 兩方都是生旅大戰 但是孟加拉 道特這邊是有點下 贖罪思想的 那點下這個之後 道特的生旅就可以招搶敵方的生旅了 那這個狠狠 要是對方出來的減逆機 撞到 對方的話 一定會被招掉的 那正常來說 如果你要打生旅戰 上層的話 應該是會先點這個神聖思想 還有這個跑速 宗教狂樂 這兩個科技才對 但道特這邊的想法蠻特別的 是直接出這個 招想對方的科技 招想對方生旅的一個科技 所以這邊 波西米亞大衛出去有點危險 弱馬也可能要先砍掉一隻生旅會比較好 好這邊生旅應該是死了 吃了來不及去招 但是想要招對方的 生旅沒招到 完了 那我覺得這邊 道特有點太早把自己的招給 泄露底牌了 就跟對方說 欸我有招你聰明的科技喔 招你生旅的科技 你最好是小心一點 然後他就不敢出來了 不然有可能喔 反正可以 偷招幾隻生旅 好第一波先招了兩隻生旅 掉了 但是這邊已經 泄露記憶底牌了 所以這邊對手 波西米亞可能會比較 小心一點 好那投石車應該會先出 但是他這裡是孟加啦 所以戰象也有可能 對戰象 好 那投石車的話 對手就要 研發這個 救贖思想 才可以招想這個工程器 那如果是選擇戰象的話 那很有可能喔 要打一個專心破牆 然後拆建築物的一個戰法 那投石車可能就不會出了 要到後面才會出 好那救贖思想點一下 道德這邊先優先點 防對方的拖子車跟奴炮 好那這邊互相招翔 但是這邊波西米亞優先招了 先守招翔 道德反招 有點來不及 直接敵掉這三隻生旅 不被道德給招回去啊 哇那波西米亞這邊也疊了 招對方生旅的科技 直接招到了三隻生旅 賺爛了 好那這個十強 還有一半的血量 點的蠻快的 那印度王朝的這個戰象 工程戰象很強啊 攻速極快 好這邊招一下刺猴 直接往後拉 想要來招戰象 但這個戰象要貼近喔 才可以招翔 所以這個也要等到戰象進來之後 才可以招 好這邊還點下宗教狂樂 那順帶一條 這波西米亞只要點下這個宗教狂樂 連村民也可以增加 這個宗教狂樂的移動速度 所以等一下看到這個宗教狂樂意好 這邊再招一波 道德這邊又晚了一步 又先被招掉兩隻生旅 道德三隻生旅直接被招走 但是這邊道德馬上又招了回來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裡面首先砍死了一隻生旅 然後馬上就被生旅招走了 然後這邊拖子車出來直接硬砸 砸死一隻 一直殘血 這裡有兩台投車 看起來道德這邊有點打回來的一點 但是這兩隻刺猴怎麼解決 投車能解決掉嗎 投車沒解決掉 這個很危險喔 OK那投車安全了 兩隻直接被逼退 趕快拉回去補個血 但是這邊救贖思想還沒有好 神聖思想點下 神聖思想點下之後 血量會變40滴血 45滴血 就可以承受投石車40滴的傷害 那只要不是完全擊中 這個勝率是有機會可以我下來的 好的來看一下這邊 救贖思想要不要招一下 招招招招 好 9到月很狠 好 那宗教狂刃好了之後 抽你的移動速度喔 大幅提升 這蠻明顯的 跑得很快 還沒有輪走技術 就已經跑這麼快 那目前是波西米亞雙TC 那盜頭這邊是單TC 原來自己也沒有挖石頭 所以他可能打算也不開TC了 這個石頭感覺有事在存的 好 應該是要來潛雅 喔這邊買賣一波 買了一堆石頭 好這邊避免被招走 直接致敵兩台投石車 這邊看起來又被波西米亞賺到了一點 但兩邊的孫女雖然有很多 十隻孫女 對上這邊也十隻 但這邊有兩隻刺頭的優勢 但刺頭這兩隻可能也沒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因為剩你太多了 好這邊直接再招個一下兩隻 這三隻四隻四隻被招走 那... 道特這邊招了三隻生女 四換三 這邊想再招回來 但這兩隻刺頭在無雙 一直砍一直爽 砍爽沒 還在招 要滴嗎 哇沒滴掉 又被招了回去 後面刺頭還在 好那這邊 生女的孫女來到了十三隻 再出來再招一隻 哇 道特這邊生女大陣 輸了第二波 生女的數量已經差距了很多隻 現在是四隻生女 打上十六隻生女 你的生女 還是我的生女 好 好這邊再招個一波 四隻 但是這邊城堡快好了 七十一 七十五% 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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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有先招村民可能會出事 但後面來更多村民 這邊生女有點空不太過來 想要直接招生女 但是後面 村民補上來了 這邊生女再不跑 可能要出事了 還想招 哇城堡一毫 這邊的老頭可能要大難 零頭啦 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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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趕快跑 這裡還要再跑嗎 這裡再跑出去 都被射了捏 趕快躲這個城堡底下 這個最短距離是射不到的 走斜的也可以 但還是被射死了一隻 直接被射爆 射爆老頭 天下不怪 好 直接置第一這三個單位 赤頭將兩隻老頭 直接原地 乘歸乘土歸土 九隻生女 這裡有幾隻 十三隻 十三隻生女 加上二級龍 二級木也要好了 帝王時代點一下 到後來這邊 單體吸點帝王時代 要這個城堡 守這個位置 是為了要守自己的主 主創 那這邊可能是想要 去防守對方的一個巨頭 如果蓋裡面一點的話 巨頭就要稍微往前 那自己只要出火炮或頭子車 就可以在安全放五內 去做一個擊殺的動作 不然這樣子會很危險 因為自己的火炮或頭子車 可能會被對方的生女給 遭翔走 所以這個城堡也算是蓋的有點意思 因爲這樣來說 如果你真的要往前 擴張或防守的話 蓋這個位置會更好一點 因為手的範圍更廣 外圍的部分 那這邊算是相對很保守 這是有在觀察對手 的一個生女的一個問題 好 那這邊中道狂烈一點下 孟加拉 暴蛇這邊的生女數 還在出 出的孫來到16隻 膽波西米亞這邊村民沒有在出 只有14隻 好 又在按了 又繼續按了 好這邊點下了異端邪說 那異端邪說點下之後 印象中是 遭翔對方的生女 對方的單位 對方的單位會 會立 沒有 自己的單位被著想之後 會立刻死掉 好 應該是這個意思 是嗎 異端邪說 對 沒錯沒錯沒錯 哈哈 有點太久沒有點這個科技了 以前打AI的時候很常用 這個異端邪說 但是這很貴喔 那個科教1000斤喔 但是如果你出什麼遊俠之類的 或是大象 有點這個科技 你就讓遊俠 或者是大象被找 就沒那麼心痛喔 至少不會變對面喔 直接會原地往生 好 這邊 啟示思想也點下了 啟示思想點下之後 到這邊的 忠誠信仰的恢復 會加速50% 那生女大戰會越來越強 好 靈印雙技術點下 印刷技術可以增加 生女的招翔射程 神拳 政治也點下了 這個科技是 只要讓一整個生女 招翔一隻單位喔 但只要一個生女 需要休息 其他生女 就不用CD 但是這邊又是一個 Porsimia的先手 直接又招到了一隻 一直招一隻爽 右邊這邊 想要再招回來的生女 右邊這邊 村民直接被招走 是被招走嗎 沒有 是這個 招一個建築工 但這邊想要招來不及招 這個TC應該是能蓋得起來的 好 回頭一直招 應該是可以招到 正面想要突破 巨型頭死盡已經出來了 這邊招到 自己的生女被招到之後 遠地死去 原來有一段邪術的關係 所以目前道德招對方的生女 是沒有用的 那道德這邊點下的是 忠誠信仰 忠誠信仰點了之後 就可以補怕對方的 也不算補怕 就可以 增加對手招翔的時間 好 有點了 忠誠信仰存好了 欸 孟加拉這個文明 本身就有生女3加3防禦 那他這有一段邪說嗎 這個我要查一下 雖然他是生女文明 但有些文明是沒有一段邪說的 好避免他的那個大象過強 所以很多象國 是不會給一段邪說這個科技 真的欸 孟加拉沒有一段邪說欸 他跟佛西米亞有的這個生女戰 怎麼看起來都是 一段邪說比較厲害的感覺 雖然招翔時間要變久 但如果真的被招到原地護招 對不對 對方的自己的生女是會直接往生的 但是對方還是會被招走 那被招走生女 如果他沒有進入CD 還可以再繼續招欸 但為什麼這邊看起來 Balance這邊被招了一大堆啊 手術看起來拚不移 劇情投死機 開始在砸生女了 好這邊還是有招到一些 拿剛剛出來的生女 開始在招對方道德的一個生女 那目前看起來 生女這些前線的村女 都在進入CD時間 這邊是正在找 哪裡還有村女可以招 一直在招 好下面這邊也在招一下 招一下 好但這邊生女數量實在太多了 兩邊生女大戰 互吹 吹好吹慢 老頭互吹的畫面 太 太沒有畫面了吧 想想就覺得 有點害怕 日本還真的出過這種片 為什麼我會知道 那就不太好說了 好老頭繼續吹 好看誰吹誰吹一吹 長槍兵還在出 長槍兵攻擊率很低 這邊限電防禦隊嗎 對方只有生女而已 這邊波西米亞應該是 預測到 孟加拉可能會出肉馬來解 自己的生女 看這邊 蘇子道德式 生女一直線 沒有在跟你開玩笑的 但忠誠思想 似乎拿到上風 異端邪說 好像開始劣勢的起來 畢竟被招翔到 還是得死掉了 那孟加拉這邊是抗招翔時間 所以這邊 第一時間 還是可以招翔到對方波西米亞了 就算是後手招翔也是可以招到的 這就是 忠誠思想的一個 忠誠信仰的一個優勢 雖然沒有一段邪說 但是這邊 大量的生女 還是可以繼續招翔 這邊 這一隻 生女被戳不死啊 因為孟加拉的生女有三防 加上後面的生女在補血 所以這隻生女扛了很久 好 那這邊開始慢慢被逼了進來 波西米亞有點慘 巨頭有點多 六台巨型投資機 但是自己的村民開始被招了 只要被招走的村民都會直接原地往生 直接倒地 這是 獵巫行動嗎 被獵到的村民 被招翔的村民就要原地死去 太慘了 右邊這個TC默默的被拆掉 被什麼拆掉 應該是巨頭吧 這邊原地起了一個寶 OK 那看起來波西米亞確定是要轉級兵了 那級兵的話 攻擊力可能要先優先升一升 因為對方孟加拉的生女 原本就有三防 對級兵來說是非常硬的一個單位 畢竟只有一攻的話打下來也只有四滴 最好是把攻擊先升滿 反正對方也沒弱馬也沒弓箭手 除了這個城堡 那城堡不管防御多高 背勢還是很痛 好 這邊幾兵打兩走出來 但是一直見不到道特的弱馬 他以為道特也在農 但殊不知道特現在才開下DFTC 打了三十六分鐘第二個TC才開出來 這裡的生女大聲繼續再招 哇 這也是這樣 二十七隻的生女 一隻招一隻爽 這邊直接拉兩隻生女 直接在強招巨頭 有可能招得到 但是沒有關係有一端邪說 就算招到也是直接原地爆開 但是也不能輕微被爆開 那這邊有疾病在戳生女 但生女被戳的速度很慢 這個生女的防御太高了 可以擋得住 哇 戳很久 一直戳一直轉 哇 戳不死 尷尬 沒攻擊力 旁邊的生女直接拿來回來 但城堡好了 城堡好了之後 道特的生女就要趕快跑了 雖然後面有很多吉利在捅 但後面還有更多的生女 也在遭翔 在這邊一直遭一隻 後面要趕快一點一點 去招對手的吉兵才行 奮座的巨頭 直接開了出來 要來反制 塔城在這裡 哇 大概被這大吉兵捅了一下 捅了快四十滴血 大概四十幾滴喔 然後再捅一下 這個職業原地暴斃 死去嗎 欸沒有 被一端血說招降掉了 吉利兵這波攻勢 看起來會被擋下來了 但是沒有關係 Posimia有一端血說 就算被招走了 也不會變成DOT的單位 用力產單位還是能產出來的 這邊是手術 對上兵的產能的一個對決 到底是手術招降的快 還是產能產的比較快呢 只要手術夠快的話 就可以招光對方的吉兵 但是DOT已經 五十歲了嗎 好像五十歲了 還是快四十 四十五十兩 他的手術還能繼續招他 哇 這邊只是想進城堡射手去招巨型投石機 但是這邊城堡無情射爆了一堆僧侶 只招到一台巨型投石機 招到之後也是原地爆開 那這邊DOT的城堡又爆了一座 這邊Posimia出來蓋城堡的決策太關鍵了 這邊巨型投石機還砸掉對方DOT的巨型投石機 那看起來這邊沒有攻城能力了 生鋁開始被這些紅通通的火球直接砸在臉上 哇 損失的數量越來越多 一直被砸爆 巨頭其實默默的也投爆了很多生鋁啊 哇 這裡又吵到一些 怎麼辦 DOT這邊看起來兇多敵倒 Posimia這邊還能繼續出疾病 攻擊開始提升了上去 開始出生鋁有點傷害了 看三級攻要三百多肉 要生一下還是蠻困難的 畢竟自己還在出這個 疾病喔 肉量消化也是非常兇猛的 還出了幾隻槍兵 好看起來這一波疾病搓一搓 這隻生鋁可能會搓死沒人在補血 後面還有一隻槍兵在偷病啦 趕快去招這個槍兵 對對對 哇 結果來不及招走 直接解救這隻槍兵的生命 起兵開始驗了過來 帶著這邊又蓋一座城堡 這座城堡守住的話 還有機會可以把這一塊金礦給搶下來 他居然不是蓋這裡有一點意味 看我沒有辦法墮一點勁 那如果不是蓋這邊的話 他可能要斷金喔 稻河這邊的黃金樹已經不多了 本座城再繼續招 這邊是最後黃金了 黃金挖完的話 這邊可能會斷金喔 裡面還有一戳是不是 看起來好像還有 在哪裡你看得出來 喔這裡嗎 好 對這一戳如果也被控制就掰了 這邊就先砸掉 道德的一個遺跡放置處 那目前道德有四遺跡 這邊開始招火箱 開始出來 砰 砰我死嗎 直接射光光 道德這邊還能再繼續打嗎 這塊金晃可能守不住了 手速飆得多快 而且也沒有經濟喔 現在那聰明樹只有87吋不能再多了 那佛西米亞這邊還有122吋 怎麼輸 差距相距快40吋 好這邊更多級兵出啊 但是三級攻點下 補風如點下之後 這個級兵應該就可以穿爆這些 三綠 開始有點傷害了會痛囉 會讓它躲起來是有點猛的 喔有有有痛了有痛了 雖然孟加拉有三防僧侶 但是被火槍砰到啊 還是大噴血啊 看來佛西米亞還是比較適合用子彈傳教 用子彈跟炮彈更適合佛西米亞 雖然佛西米亞的秋刀運有特殊功能 但是感覺 嗯 子彈信教更方便一點 好那這邊孟加拉 道特的僧侶已經被對手 波西米亞的子彈全部信教了 全部信到讓他們上殿堂了 直接回歸天國 天國已盡 看來道特 衝多幾少 黃金歸零 三一四 沒了 這個礦犀魚又被堵了下來 左邊這裡也沒有了 還被疾兵給戳爆 好看起來黃金是最後一抽 沒錯 道特 警機直接倒地 想要把已經往後搬 但是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還能打嗎 火槍兵 用疾兵是可以 好用這個戰毛兵可以打 但是還有黃金可以去點彈道學嗎 二級射 三級射呢 經濟夠出得了一堆戰毛嗎 這邊連一級目現在才點 從頭到尾一級農也沒點 太慘了 波西米亞則是有三級 有這個首推車 再加上宗教狂樂 給村民的鵝彎好術 村民的效益已經突破天際了 哇 然後三級弓的騎兵 大量槍兵 哇 真的是絕望 這個真的沒機會 後面就算這時候再蓋這個射箭場 絕對也來不及防守 這邊控金也控太慘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看一下 道特這邊到底有多慘 哇 食物只有8600 黃金挖的都是蠻多的 這邊中間控土 控了一段時間 黃金挖的倒是蠻足夠的 但木頭跟食物 真的是差太多了 這個一級田 二級田也沒點 一二級田 農都沒有 那石頭部分是波西米亞多一點 那一開始他就開挖自己 右下角 城門外的石頭 所以石頭量還算蠻多的 食物跟木頭算蠻平均的 因為他這邊是要出火槍 加上疾病 所以這兩個資源有 我覺得算是OK的 那感覺波西米亞這邊打的 算是蠻厲害的 這個戰術 本來中間有點一面倒 本來以為道特要贏了 但道特感覺有點後繼不力 雖然打贏了第一次宗教戰爭 但上了帝龍時代之後 波西米亞就開始用自己的異端邪 開始有點手下的感覺 雖然自己還是被招了一大堆 這單位給道特這邊招走了 但是後續轉出這個幾兵 加上這個距離投石機拆城堡 這件事情 拖到了對方道特這邊操作的時間 然後自己慢慢農上去 一轉出火箱之後 道特這邊就有點不知道該怎麼打了 就有點難去招了 因為你去招的話很容易就被換掉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請大家再來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